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诈骗了200万 然后他姓朴 我估计是不是朝鲜族 韩语说的也好 就潜逃韩国 在韩国待了好几年 做房地产中介 但是呢 我警方几次劝他回国自首 他不肯 结果现在韩国一弄这个MERS 他权衡得失 最近回国 在大连机场被捕 没错 在大连机场被捕 就自首说 怕在那边给传上MERS 我的朋友刚刚从那个首尔回来 他说在那儿 他在那个首尔看到的景象 说没什么恐慌 他说坐地铁 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而且说后来说去学校啊什么 都是香港人和台湾人会戴口罩 说有的人戴口罩去课堂 被韩国教授骂出来 就是说你不要制造恐慌 刚才我们就在聊聊聊聊这事 所以我就说 咱们讲讲 今天讲讲邻国的 邻国的关系 最近邻国来了一个女人 对吧 这个女人的到来呢 引起很复杂的一些议论 他是昂山素姬 昂山素姬 你喜欢吗 你喜欢他吗 应该说简单来说 我挺喜欢他的 你喜欢吗 喜欢 我们那个年代 90年代在美国读书 我那些美国的同学们 基本上心中有三大偶像 一个是他 一个是南非 那个曼德拉 一个是 卡维尔 那个 那个 南斯大夫的 那边 杰克的 然后 三大偶像 都是那个 除了各方面 他们的抗争的历史 还有他们的文采 还有他们的造型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那个造型除了外形上面 还有灵魂上面 很优雅 他们不会出来说哭哭啼啼 好惨啊 我好苦啊 不是 像曼德拉 我们知道他的名言 对 出来的时候 放出煎熬 然后呢 他还会 还离开的时候 还感谢 一一握手 那些那些 那个 那叫狱警 就是里面的警察 对 所以假如我不这样做呢 等于我身体出来了 我的心还在那边 我一定要宽恕 也饶恕 我觉得那个 林国斌的高雅 你说要 假如是鲁迅呢 出去之前肯定 我一个都不原谅 我弄死你 你笑眼了 不是 其实你刚才就你问我的时候啊 我因为是做记者的嘛 我特别不敢坦白 我个人的这个情感 所以我刚才说 我挺喜欢 其实我坦白说 我很喜欢他 但只是我觉得 我不能那样去表达 是吧 也不能说 但 我觉得很 就是很多人说 他 他身上有光环啊 就而且现在随着他 被这个释放以后 在现实当中 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对吧 他也没有出来说的呢 说光环在消退 但是在我一直看来 他不是个光环 他是个金罐 就是你充满荆棘的 一个罐 戴在他头上 哦 你不觉得他承受了很多东西吗 受难者的那种感觉 就你知道他有那个多大年纪了吗 现在他这次过来 他我觉得 对 你觉得 对 他应该是六月的十九号吧 七十岁 七十了 你想都七十了 哎 哦 有七十岁 六 哎呦 他这个 我跟佳辉的理由啊 也差不多 就是说 喜欢他呀 跟外形有关系 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个形啊 真的也就像你说的一样 我也喜欢 但是我喜欢呢是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沉静的美 嗯 一种静 而且就是那 而且更加老了以后啊 你感觉到是那种 呃 带有某种受难的 圣洁的意味的 那么样的一种安静 那么样一种坚韧 他有给我那么一种审美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吗 他本来不是这样 更有意思的是啊 你就会看到啊 这个人 随着他的生活经验不一样 他的相貌 他的气质 实际是在变化 你看 同样是昂山素季 今天什么造型 咱都清楚 你可以看看照片 我一看 刚看 你能相信吗 这是他跟他那个英国老公 对 他刚结婚的时候 在英国是吧 刚结婚的时候的 年轻嘛 对 但是跟今天 我认为都不是一个人 这透出的灵魂的光芒 都不是一个灵魂 谁也不是刚一生下来 就是那种很老成的范儿 你看 再下一张 你瞧 穿婚纱是吧 这就完全像是一个那个什么嘛 一个一个东南亚某民族的一个新娘嘛 对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瞧瞧 小媳妇啊 孩子 那是他妈妈 不是 应该是保姆 再来看 你看 两个男孩 对 这贤妻良母啊 你再看 往下看 这是他们家出去这个野餐啊 昂山素季 哎 这个时候有点高贵份了 哎 你看烧烤 这个 你再看 这是 现在的款 你还别说这个跟义军的发型是一个发型 是吧 纯属巧合 纯属巧合 今天 纯属巧合 今天你特意弄了 不是 这是纯属巧合 你让我想到 真像 你就是比他胖点 你比他笑容太多了 昨天真的有人说 我后来我说我要再饿俩孕 可能有点像 哎 哎 我觉得他 要瘦 你可是他 他要胖了 我对他的崇拜会打折扣 对 嗯 他其实是那种 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种人呢 他是生来是 那个领袖魅力 他呢 是那种在某一个时刻 奔发出来的一种光辉 而且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偶然的 因为他妈妈病了嘛 他那个1988年 他回到缅甸 那时候他也没有准备好 要做什么领袖啊 什么的 就在医院里碰到了 那个学生去示威 然后被追打 然后看到有人死亡等等 然后他那个时候 也是答应说 我临时去参选 就是带领大家一下 而且我记得 我当时看过有一个 那个纪录片 是他身边的人回忆他 那个人就有一个人 是他牛津同学 他就讲了一个词 就是他说 他当时是被 elevated to the position 就是像坐上了电梯一样 上了那一个 就是完全是被抬上去的 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之前 是一个家庭主妇 他学的虽然也是什么 哲学和政治等等 但从来没有任何的 就是这个从政经历 就突然在那一个时刻 迸发出那种光辉 有时候我就想到 就是佛教里面 有个词不叫加持吗 就是他这个人 也许他就做出了 高就大于 他本人的能力的事情 在那一刻 他就是有这样的光辉 加辉 你觉得是实事造英雄 还是说一个人 骨子里就有这个血 他注定就要成为这样的人 没有 因为这种一定是假问题 这有没有血 外在内在先天后天 一定都重要 就像一辆脚踏车 哪个轮子不重要 但我们想看 重点在于说 就算什么实事做英雄 跟你说加持 或者说用基督教文明的说法 是一种交换 calling 老天 时代的交换 他也交换出来 他又出来 挺身而出 你去承担 还有你愿意承担 跟持续承担 是两回事 对 对不对 你突然 大家要鼓动起来 抗争这个那个 文韬你出来吧 你可能好吧 不出来不行 出来抗一下 跟老板 跟牛老板 争取嘉心 可是争取完了 马上打给牛老板 牛老板 其实 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别的我 他的魅力 我觉得除了说 时代的召唤 他的家庭背景 丈夫 他的人的才能等等 最主要是 后面齐恤那个部分 不管受了多少的折腾 威胁 利诱 他能够拒绝 做一个选择 所以回到文韬里 问我的问题 我觉得除了说 没有一个不重要 没有一个因素不重要 而更看重的是人的选择 我们任何的选择 都要付出 我们每个人嘴巴都会讲 我们要对人好 慈悲 我可以长得比文道漂亮 可是我不一定能够 做到像梁文道一样 为了慈悲 而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那是两回事 我觉得他愿意付出 而且有横仙 而且他的代价太大了 我记得我看 就是那部电影 那个The Lady里面 当然本来也知道 这个故事 但是看到那个场景 就是说他的老公 不是就是得癌症了吗 就在英国 因此都没见一面 而且当时其实军政府 跟他说你可以回去 但是条件是你回去 你就不要再回来 其实就是驱逐他 你可以去英国 然后你就不要管 我们这儿的事了 你要去见你老公 你要这个家庭 你就不要来管这个 就是在窗户 这个国家的事情 他是可以走的 你想他那时候 内心是多么的痛苦 他没有走 这个代价太大了 对 但是我还想说呀 个人内心都有一笔账 但是说实在话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你也不能认为 谁的账就更对 谁的账打的算盘就更错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人 我现在开始慢慢想 也可能人都差不多 只不过呢 每个人把你置于某种境地 这个形式 形式比人强 把你置于一种境地 我现在活的岁数大了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 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什么人的 这完全是我心里怎么盘算 你比如曼德拉 一定也盘算过 就是说坐这一辈子牢 我这一辈子牢 换回一个我要的一个东西 我不是说他要换回个诺贝尔和平奖 就是说 我是要为了我所相信的这件事 付出我的个人生活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如果我是曼德拉 可能我不这么算 所以就是说 可是我 对我明白你 可是我既同意你这个说法 又不太喜欢你这个说法 这个算盘的 真的 你想他那个时候 他就不管是他 你不管是曼德拉 还是这个昂山 或者是谭志同 他那一刻 谁能想到他付出的这件事情 将来会怎么样 可能就是付诸东流 什么也没有 对对对 但是都不是一时冲动 我对我们 都是冷静的权衡 是是是 但是我就记得那时候 那谁 那个康多利萨 赖斯嘛 好像是你知道 以前那个 那个黑人 那个女 国务卿 对 他就说过一个 我忘了是别人评价 他就还是他说 他说好像就是说 有的人 大多数人是与人同行 但有的人是与神同行 就是说他的在人世间的生活 也许在在在俗世间的生活啊 在别人看来不是很完美 你像他他又没有孩子 他又没有家庭 对吧 但是呢 他是跟神有交代 我的这一辈子是跟这个神 有一个mission 我有一个任务去做 像昂山 我在想他那时候 你说盘算能怎么盘算 就是我甚至于觉得 他们这些人啊 其实你看到最后 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 无论哪一种宗教里面 都有一个殉道精神 他到那一刻知道 我只有留在这个地方 你像那个谭次同那时候 只有我的血留在这个地方 你包括那个时候 那个利马窦在中国 他说只有我死在中国 基督教才能在中国流传 他们都有这种殉道精神 这个时候他已经超越了 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一个想法 甚至我觉得都不是一种权衡 他觉得我就必须要走这条路了 这就是说啊 我觉得一直存在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就是说 你相信不相信 世界上有你不能理解的 跟你不同的人 甚至说你相信不相信 有所谓圣徒存在 对吧 那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那另一种人类 但是呢 还有一种 这个观点 或者说犬儒的认识 认为没有什么人 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他之所以做出了某个行为 你觉得很神圣的行为 你不知道他内心的过程 也许如果你完全知道了以后啊 你会发现啊 没有什么我们不能理解的 人在里边啊 普通人的心思 一点都不会比别人少 这是两种认识 你倾向哪种认识 都是人嘛 可是我们能够理解 当然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定的 像我们小字 我们讲每一个字 每个话 都是选择的嘛 我们不会随便讲 问题我还是觉得说 你要这样选 做某个事 还是我刚说的 能够齐续的做 我们不能低估一个人 面对的诱惑的力量 也不能低估一个人 面对的威胁的恐惧 人会软弱等等 所以让我们会继续讲 某个人的故事 继续尊重尊敬某个人 这是那个部分 他能够付出 是 可是你就比如说 我那天就看这个 李敖说话 虽然很刻薄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也不能不承认 他说孙中山 你写天下为公 但是你那个时候 在广州建立政府的时候 是让你自己的儿子 做的广州市长 蒋介石最爱 也最爱讲 先总理天下为公 可是最后 你还是蒋家王朝 你自己的儿子 在接你的位子 那么你的心里 到底有多少是胜 到底有多少是烦 这个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取下广告之后 你讲讲 因为你刚刚讲孙中山 做的事 等等 我想到我 这两天写了一个小文章 就写一个小事情 跟孙中山有关的 因为最近看了一个书 反正一个老先生的回忆录 不是最近出的 我最近看 那老先生是什么呢 美国鸿门 黑社会 等于是以前的黑社会 其中一个老大 就是他介绍孙中山 在美国加入鸿门的 OK 那后来老孙 孙中山革命成功 当了大总统什么 那那个人呢 姓黄的先生呢 回到中国大陆了 就跟他讲 我们应该 鸿门要合法化 把他立案等等 可是孙中山没帮忙 孙中山嘴巴 说好啊好啊 我替你想想办法 你去找谁吧 可是后来根本 没有跟进这个事 所以你今天去到加拿大 去到北美洲 你碰到鸿门的兄弟 去唐人街 唐人街 穿一趟饮茶 你不要说 你是孙中山朋友 很多鸿门的老前辈 还是很 对这件事 耿耿于怀 你利用了我们 对我为你们出钱出力 为了你的革命 没有 好我重点还不是讲这个 有人说他忘恩负义 重点是说 那个老先生的回忆录 讲到说 有一次他去到澳门 那时候应该是 1913年左右吧 那个姓黄的先生 去到澳门 澳门当时有谁在 孙中山的哥哥 孙梅 也没毛了没 住在那边 还有孙中山的前 不是前 对了没有真的离婚了 第一个原配 姓卢的 反正呢 就进去 然后他哥哥就用了很多 广东的粗话来骂孙中山 对着那个朋友骂孙中山 骂他什么 这个人啊 原来呢 他就说 就骂说 我见到中山了 我就打他 把他腿都打断 原来他说 孙中山跟那个宋庆龄嘛 在一起嘛 然后呢 就把他那个 他除了那个太太原配 还有个妾 怎么讲 妾 妾 对 妾 然后呢 就跟他讲 把妾来送给朋友 比方说 我的妾我不要 我送给你 我还给你一万块 以后你就接收了 我的那个妾了 然后他哥哥就说 既然你这样都做得出来 你有一万块 为什么不干脆给我 我来替你 不是 我替你养你那个妾室嘛 照顾他嘛 你不能就干这种事啊 把妾室送给朋友啊 为了跟那个宋女士 他称为宋小姐 宋女士在一起 就很多这种故事 原来我们看孙中山 正如好多人 一代伟人 对 所以其实一个人呢 他一定是复杂的 但是为什么 我现在有一种 想法 就为什么有些人 在我们眼里成为圣徒 你注意到没有 有一个前提条件 他有戒 你明白吗 有什么戒 就是 关禁闭 有囚禁 囚禁本身 是你成为圣徒的条件 我怎么跟你说吧 曼德拉 在里边待着 你这么多年 也没空出来干别的 你知道吗 一干别 曼德拉一出狱 就有争议 他只要一进入世 你一进入现实社会 政治生活 你看各种各样的报道 争议都出现 包括昂山苏基 对吧 一旦获得自由了 真的参与到了政治生活当中 就会有种种的议论 因为跟具体的利益 发生关系了 什么时候最神圣 你关牢里的时候 最神圣 因为你也没空 你跟别人 没有厉害关系 而且你自己干什么 没有什么机会 做什么会引起争议的事 你知道吗 那林肯也没坐过监狱吧 那个特丽莎修女呢 也没坐过监狱吧 为什么 他们也是觉得 好像是很神圣呢 林肯好像也是有争议的 那特丽莎修女呢 特丽莎修女 他有这个无形的戒 因为他不跟男人打架 他有戒 他信上帝 这就像佛教里说守戒 戒就是戒为师 你说以戒 佛过去说 我走了怎么办呢 告诉这些信徒们 你要以戒为师 就是你守一个戒 其实无形中这种囚禁 你注意到没有 成为圣徒 往往有一种啊 精神或者身体上的囚禁状态 这是不是一个条件 受苦 或者是把它管一层 是受苦受难 你反正就没见过 说享乐的 天天在夜总会 还这玩意待了几十年 您是精神领袖 咱没见过 又邪教教主是那样 那文涛说的 那个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就明白风险管理 你根本没有风险 因为你没机会做任何的事 没错 你可能 你不投资 你就不会亏 那你可以妥协 你有机会跟人谈判 你有机会去妥协 你有机会走出来 那那个部分呢 就从风险管理转到我们 一直说的 刚刚至少我觉得 小军军你是同意我的 那苦难那个部分 受难 那种毅力 要坚韧 那个calling 那个加持 召唤 我觉得真的那个部分 当然假如有风险 出了问题不好 可是真的 我们回看嘛 比方说你举很多例子 像Martin Luford King 那个金恩博士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 对对对 乱七八糟 不管讲钱 多好嫖啊 女人 钞票 什么乱七八糟 可是今天大家 可是他流血了 但是他流血了 你要把时间拉长 历史就是时间拉长来看 没错 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是他坚韧 在那个能够 在每个人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做不到的部分 他做到了 我觉得我们 佩服的是那个部分 那我想问一句了 为什么我感觉 中国人好像就特别喜欢 反圣徒反英雄 你刚才说 那个孙中山 你们挖出来那么多事情 那我 我以前也听到过 他跟那个手下 就是怎么样 争那些厉害关系 这样那样 而且我们还很乐于 听这些东西 你觉得吗 那那个 那个路德金那些 是他有这样那样的争议 但是他们对 他的主流认知 似乎是没有争议的 你觉得吗 对啊 民权领袖嘛 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价值 是没有 对孙中山怎么没有 你们都喜欢 翻人家这些小账 反掉这些圣徒 反掉英雄 就像在美国 你去 去任何地方 谈到Keyn 很多人都会讲 这些八卦 像我刚刚这样讲的话 我没有反他 我觉得了不起 对啊 我经常说 小军军啊 我经常有一个 你觉得他了不起 是因为美国的主流价值 觉得他仍然觉得 他了不起 我说孙中山 不是你自己觉得 他了不起 我说孙中山 因为我觉得 I am a little bit more sophisticated 就是说比理想刚说的 稍微精致 就是说我们当八卦来讲 可是我们看 不管是Keyn 还是孙中山 我觉得了不起啊 这大时代 清朝给他交换 给他利诱 给他威胁 奔跑 失败了一百多次的革命 还坚持 非常了不起 我跟你说 这正是还他 以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对 还人是可以 不是 我就好像 不是啊 就好像我跟你说 我崇拜李小龙 对吧 但是呢 我整天也研究 李小龙怎么死的 是不是马上风 是不是 你以为这些是贬损他吗 我一点都不认为啊 这就是一个人 很自然的部分 所以军军啊 刚好倒过来 我要问你 为什么中国人 会那么怕人家 我们一讲一下 他的八卦 不是怕 我不觉得八卦有问题 还原人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大家 不光是讲伟人 你现在经常出来 一个什么人 大家就开始去挖 然后一个 就是一个偶像倒塌 大家有点欢乐的情绪 在里面 你不觉得吗 那你讲的是 另一个问题了 你讲的是 娱乐圈明星了 不光是娱乐圈明星 相见三人性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昂山素基 因为不了解 所以有传奇性 你比方说 他做了十几年 小媳妇 东方女性 一般肯定是贤妻良母 就这样跟着 他英国的教授老公 在英国过日子 但是呢 他一直在悄悄的 跟缅甸的各种反对势力 在聊天 你像这么一个女人 然后有一天回去之后 所以 也不叫悄悄 他老公本身就是研究 那个西藏和不丹 就是藏传 那么所以跟他 其实也是有交 就是也是有交集的 而且他一直知道 自己是昂山的女儿 他以前就 他结婚那时候 就说我有一天 是要这个属于缅甸的 对 而且我刚才咱们讲 就是他选择了 伟人选择了什么 其实我还有另一种猜测 当然是从我可怜的人生 里得到的体会 我觉得我这辈子 大多数时候 是没有选择 你知道吗 不是说我有选择 可以这样 或可以那样 而是我发现的 所有我需要考虑的东西 当形成一个合力的时候 我发现我只有这样 就是经常 你比如说 即便是你 嘉辉 好 你把你放在昂山素季 这个位置上 当时你回了国了 一大帮 这个民众是 你是旗号 你 你别说他俗气 他可能也不会回英国 跟老公团聚 因为 因为各种各样 我像别说 这个是 你就是俗气 坦白讲 你也没有俗低 我再转身就跑 太累了 但我觉得你说的 没有选择 有时候是一种幸运 你不光是 对昂山来说 他有时候没有选择 缅甸整个国家 其实也是一个 没有选择走上了一条 相对温和的道路 对 对不对 他那些将军们 他们原来想搞 他们那一套 也搞到一个极点 也没法再搞了 搞不下去 而且那帮将军里面 也有 就也有那个佛教徒 就他之前 那个叫 那个登圣吧 那个总统 他呢 虽然是一个将军 虽然也没看出来 他多热爱民族 什么什么 但是他去救灾的时候 他就心很软 就一定要去救灾 然后他那个 自己去到那边 然后对学生什么的 也是相对来说 就相对比较的 这个温和 然后呢 然后民众 他又有这个宗教 又有这样去闹 对吧 那个那个街头 那些僧侣 不要忘记 不是只有 他一个人在战斗 那些僧侣出来 对吧 然后再加上 有他出来形成一个 可以大家去谈判的 这样一个势力 这个国家在一种 看似没有选择 但是慢慢 多种这种力量 搅合在一起 走上了一条 相对温和的道路 这是幸运啊 没有选择是幸运 所以我刚 就像我说 像一个脚踏车 马戒 这两个轮子 没有一个不重要 你有没有选择 因为结构的问题 人永远是有选择 可选择的结果 不一定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有时候你选了就选了 执其所爱 爱其所责 你选择你爱的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跟你说